爹娘的骗局 作者王新雷 我17岁那年的天空全是阴霾 我的心情糟糕到极点 脾气也坏到极点 初三毕业后复习了两年 可我依然与中专无缘 娘铁了心不让我再复习 我不甘心 但也觉得没脸再张嘴 只能天天自己生闷气 也确实不该再上了 村里和我一样大的伙伴 没有一个在上学 打工的 托人进工厂找活的 饭粮是饭菜 摆摊子的 更有两个已经定了亲 听说过年的时候 就把媳妇娶进门 只有我还厚着脸皮上学 晃着一米七八的个子 像风中的高亮街 不光不给家里挣钱 还花钱 简直就是二流子 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脑子里似乎从没想过不上学的事 我真不知道自己不上学能干什么 我极度失望 无来由的发脾气 连一向叨叨起来没完的母亲 也不敢轻易招惹我 爹和娘常常没来由的争吵 让我觉得 低矮的屋子里塞满了争吵声 这不正常 爹是很少和娘吵架的 爹脾气好是一方面 吵不过娘是另一方面 爹早已习惯了服从 可现在 爹却常常没来由的骂人 骂鸡 骂庄稼 骂锄头和镰刀 脸阴得像兜满了水的云 娘就摔摔打打 高一句 低一句 骂声填满了院子 我慢慢听明白了 吵架的源头还是我 爹还是想让我再读一年 可娘坚决不同意 爹不会讲道理 只说我不上学了能干什么 一辈子也就这熊样 没点盼头还过什么狗日的日子 娘就骂 把铁勺子扔得乱跳 用铁铲子尖利的刮着铁锅 刺耳的尖利让空气冒出火牙子 我捂着耳朵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 在被窝里流泪 耳朵却听着外面的声音 心高 得有那命 你不是有本事吗 你有本事供你儿子上学 你挣钱去啊 这是娘的杀手锏 埋怨爹不会过日子 埋怨爹不挣钱 不会做生意 以往这句话一出 爹就演了起脚械头响 可今天不知怎的 爹蹬得站起来 嘴里骂着无法描述的粗话 扔下一句 挣钱就挣钱 明天让他去上学 爹吼完 气哼哼的转身离开了家 晚上 爹没有回来 第二天吃精早饭 爹没有回来 眼看着又到了天黑了 爹还是没有回来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我问娘 爹去哪里了 娘气哼哼的不理我 我问急了 他就急着掰咧的 骂我又骂爹 愿往哪儿去往哪儿去 还不都是你 爹真生气了 老实人生真气 他不会 我越想越怕 越想越急 急得满脸是汗 我跺着脚 冲娘大吼 成天穷叨叨 穷叨叨 什么人也被你叨叨死 娘转身 就抽调住疙瘩 我扔一个白眼 进了屋 他死活让你上学 你就上 上不出来也死了心 是你逼走的他 他为你挣钱去了 跟着别人去平阴 挖玫瑰池 我最终还是在娘的骂声和叨叨声中背起了书包 后来我才知道 爹受的什么罪 爹虽然也是庄家人 可他高小毕业后就当了工家人 即使后来小人做梗 让他丢了铁饭碗 当回了农民 他也一直在生产队里当队长 当会计 所谓干活 更多的是动嘴 我娘也叨叨说 他不会干活 根本就没出过力 打打算盘 计计账 动动笔杆子还行 下苦力重庄稼 爹几乎是废物 我担心爹干不动这活 听别人说 挖玫瑰池很累人 人站在冰凉的水里挖泥 一掀一掀的拧着腰 把泥垒到糖上去 我更担心的是 爹晚上怎么睡觉 他和娘吵架 生气就走了 没带鲜 没带碗筷 没带被子褥子 他怎么吃饭 他晚上睡在哪里 扑什么 盖什么 一想到这些 我就气 对娘的恨和怒 就增了几分 后来听娘说 挖一天玫瑰池 给十块钱 我听得张大了嘴巴 那可是1987年 十块钱 绝对是大数字 你爹没跟你说过吧 他落下了腰疼病 腿也被凉水冰出了毛病 一到阴天下雨 就疼得咬牙 全为了你 爹没给我说过 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即使现在快八十的年纪 我和兄妹往家打电话 他张嘴就喊我娘接 有时我们让娘把电话给他 娘说他就着急摆着手不接 电话里娘又骂个不止 一次我回老家的时候 陪着老爹喝酒 爷儿两个喝的有点多 我平常回家很少喝酒 因为要当天开车折返 那天我陪着爹喝了点 爹问清楚我晚上不走后 很是高兴 喝着喝着酒多了 酒多了 爹的话也多了起来 娘坐在一旁 看我们爷儿俩喝酒 听着爹叙道 满脸笑意 你可别怨你娘 爹说话不利索了 手乱比划 这个家全靠你娘撑起 我忘了一眼娘 没言语 娘知道我们兄妹都孝顺 可她心里一直有个坎 总是不经意提起当年那些事 我心里也有一个坎 可那只在心里 什么对了错了的 他们老了都是爹娘 可我还是没忍住 压在肚子里的三十年的好奇 那年你们吵架 你去平阴挖玫瑰池 怎么吃住的呀 爹笑了 孩子似的 忘了一眼娘 又转向我 吵什么架 那都是骗你的 娘也笑了 复合道 骗你的 就是逼你好好上学 你爹说叫什么苦肉计 我猴头抖得一梗 端起酒杯 泪水滴到了酒里 我一口把那酒 吞进了肚里